而在这一次玉西地区农会稻米达人评鉴竞赛当中 返乡务農十多年的杨朝富夫妻两人 他们从稻米达人证中脱颖而出实在是很不容易 杨朝富表示说感谢双亲支持还有前辈们指导 他们夫妻两也会全力以赴要在全国赛当中要拿下好成绩 现在公布的是香米祖 一同返乡务農的妻子黄子怡拿下香米祖冠军后 随着飞香米祖竞赛名次依序出炉 等待冠军揭晓的那一刻 拿下飞香米祖别冠军的杨朝富终于忍不住呐喊成战 十年前为了照顾双亲而返乡接下家中水稻产业的杨朝富 杨子怡夫妻两虽非首度拿下冠军 不过夫妻两一起夺下分组冠军倒是头一招 除了开心与感谢之外 面对近几年来极端气候的冲击 夫妻两坦年是返乡务農以来最大的挑战 今年全国稻米达人赛制从一般米跟有机米更改成香米与非香米祖别 不过农民们平均90分左右的分数仍交出了漂亮成绩单 虽然竞赛有输赢 但是由于参赛盗农 秦宜色几乎都是竞赛常胜军 烧了剑拔弩张的竞赛气氛 反倒向一场观摩交流研习会彼此学习鼓励 我们大概是说300吨的话代表外面应该会有600吨左右的量 我们会大概一半以上会在我们这里 那所以一公顷大概6吨左右 所以就大概100甲左右 我们预期这边是我们花工地区最大的这个 最重要的这个稻米的产区 大概有31017公顷左右 那我们这边有6个稻米集团产区 那总工的面积也将近1600公顷 占了一半 那为什么我们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稻米 他们愿意做集团产区 因为我自己卖就可以了 我不用缴公粮 所以我们在玉西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什么公粮 上级农政单位以及农会肯定农民们的努力 让玉西地区产出的米获得消费市场的青睐 20年某一件 杨潮富、杨子怡富七两拿下双料冠军 成为了今年玉西地区农会冠军女王 富七两感谢双亲的支持 以及农会前辈们的指导 富七两也将全力以赴 在全国赛中拿下好成绩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